东北人有多爱泡澡 在东北 洗浴中心就像北上广的便利店一样普遍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洗浴中心里 上演的才是真正的生活 那么东北的洗浴达到了什么样的巅峰层次 正所谓中国三大中心 北京政治中心 上海经济中心 东北洗浴中心 洗浴在东北早已超越了单纯泡澡的生理层次需求 它更像是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 在洗浴中心洗的并不只是身子 而是人生 根据天眼查的数据显示 2020年我国全国目前存续或在业的洗浴相关企业数量 共为20万0546家 其中东三省共为26,089家 约占比13% 要知道的是 根据新浪网报道 在人口流失的趋势下 2018年东三省的人口只占全国的7.76% 东北人在洗澡上的花费是毫不吝啬的 2020年美团APP大数据显示 在双11全国洗浴消费订单量排名中 沈阳稳居第一 长春市的单比消费最高达7000元 在洗浴中心消费的习惯早已深入东北每个人的生活 更有统计显示 去年一年 全中国人在洗浴这件事上花费了1400亿元 而其中单沈阳就花了18亿元 这是什么概念 沈阳的洗浴消费占全国总消费的1.28% 经济衰退或许挡住了东北人的腿和嘴 但在洗澡这个问题上 东北人丝毫没有让步 而东北洗浴行业能发展起来 还有一个原因便是房价 低廉的土地成本 才使东北地区能开出一家又一家的大型洗浴综合体 不仅如此 人口外流 制造业难也使得东北城市空间得以警放 2019年就有洗澡行业报告显示 5000平以上的综合浴场的市场比例越来越高 洗澡的场景也更多元 20到30岁的年轻人已经是泡汤人群的主力军 其中37%是本科学力 种种对东北经济不利的因素 恰恰造就了东北洗浴3.0时代 可能只有在东北才能实现如此的洗浴奇迹 低客单价 低成本 高质量体验 仿佛是如今万物皆可资本环境中的一片净土 在东北 它们分布在市中心的各处 甚至洗浴中心的建立还能反补房价 毕竟对于东北老铁来说 洗浴中心是当代东北生活的基础设施 应该像地铁站一样变利 打开美团筛选洗浴分类 沈阳的洗浴中心门票的价格范围 从最低的5块钱到247元不等 而百元以内的洗浴中心占了大头 清河半岛作为沈阳标杆期单人票价格 也就仅仅卖165元 这可能是你在环球影城里的一顿午饭前 快手东北带货老铁嘴皮子上说的实在 最终在沈阳洗浴的感人门票价格中 真正落到了人们的心坎里 东北的文化从来都很有生命力 而回看东北洗浴行业的生命力 就来自于市场的归市场 放眼全球 无论是德国的卢尔区 还是美国的底克律这样的工业老区 能成功转型 既不是把旧的全盘放弃 也不是搞新的无中生有 而是在旧的基础上老树开心花 实现转型升级 这不正是东北洗浴在走的路吗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